一个叫花子决心要去西天问问佛祖如何才能改变命运 他一路乞讨入于一个园外 问叫花子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在赶路 叫花子说他要去西天见佛祖 园外听了赶紧把他请到家里 拿了好多干粮和银子 叫花子不解 园外说他家女儿都16岁了还不会说话 想请他去西天帮忙问问佛祖是什么原因 叫花子答应了 再往前走 叫花子来到一条大江边上 江边一个大龟浮出水面 老龟说 我都修行了一千多年了 暗说早该成龙飞走了 为什么还是一个老龟 如果你去了西天能够帮我问问佛祖 我就把你驮到对面 叫花子高兴的答应了 又走了不知多少天 却还没见到佛祖 西天暗说早该到了 佛祖到底在哪里 叫花子很伤心 因为太累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里佛祖出现了 佛祖问他 你这么大老远来这里 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吧 叫花子说 是的佛祖 我有好几个问题想问 佛祖说 好啊 不过有个条件 你最多只能问两个问题 叫花子答应了 老龟修行一千多年很不容易 他的问题应该先问问 佛祖告诉他 老龟是因为舍不得 他那被闪的龟壳 叫花子想 园外的女儿很可怜啊 不能说话 怎么嫁出去呢 他的问题也应该问 佛祖告诉他 如果雅白女孩 见到他的新上人来了 就会说话了 突然佛祖不见了 叫花子回过神来 哎呀 自己的问题还没有问呢 算了 还是乞讨过日子吧 于是往回赶路 叫花子来到江边 见到老龟 老龟着急的问他 叫花子说 你先把我渡过江去 我就给你说 老龟把叫花子渡了过去 叫花子问老龟 是不是舍不得 你拿背上的龟壳 老龟幡然醒悟 把龟壳拖下来 送给叫花子 说 这里面有24颗夜明珠 是无价值宝 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 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你帮助我 不久老龟就变成龙 飞走了 叫花子拿着24颗夜明珠 又往回赶路 来到圆外家门口 突然从里面 跑出来一个姑娘 大声喊道 问佛祖话的人回来了 圆外又饥又喜 女儿竟然会说话了 于是 圆外把女儿 嫁给了叫花子 一无所有的叫花子 最终也没能亲口 向佛祖问清楚 自己的命运 但他的命运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彻底的改变 当机会摆在面前时 能够舍弃自身利益 将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 视为大胸怀 格局一书中说 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广 他的成就就有多高 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 就会